观佩文周济 我现在在捷克布拉格的地方 观佩文周济 我现在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我身后呢就是它的高堡 也就是布拉格的发源地 现在那个地方已经焚毁了 只剩下一些 这个叫church 就是这个教堂和一些墓地 还在那里 城堡已经没了 本来我在这旅游啊 但是这个我在中午的时候呢 回去了一趟 回一趟之后呢 我就看了会儿 强强山人行 正好他有一个节目推荐 我就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之后 在一起讲的是什么呢 是叫曹映基和郭德纲骂起来了 曹映基是干嘛的呢 就是那个做相声的 郭德纲也是 他俩不师徒吗 后来不开除了吗 郭德纲那个话说的挺狠 说这个什么 你们云子辈的 你们几个都被出名了 你们不带是我的徒弟了 你们都是七十灭祖 这些人 然后这个事吧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这个事 其实本质上讲呢 贴下来两点 这个那边有一个火车 声音比较吵 我现在换一个 比较安静的地方 这边光线没有那么亮 这是一个 因为这个楼给我遮住了 他讲的 他这个主要原因是哪两个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的这种艺术呢 都是以师徒行事 这个火车声太大了 是我觉得这个某的人 现在太大了 这些那么 monitore 这个写点 是 谢谢观看